嗨,大家好,我是Becky 今天我就不说英文了,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来看一篇 人民日报关于中国新型肺炎的一个报告 为什么我就不说英文了呢? 因为我相信如果你能够看得懂中国的报纸 那你的中文水平一定很高了 以前我遇到过一些同学 他说其实我学中文的要求不高 我看得懂中国的报纸就行了 但是这个真的不一样 我知道在英文里你们的报纸 都是用大家很容易明白的一些词去写的 那我看英文的报纸就比较容易 但是中文的报纸它不一样 它要求比较高的中文的水平 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学习的汉语其实叫现代汉语 那现代汉语呢,它又分为口语和书面语 如果用你们考试的水平来说 那大概就是HSK一级到四级是口语的水平 我看了HSK一级到四级的词 大部分都是口语的词 然后呢,五级和六级就是很多书面语的词和语法了 所以中文里的口语和书面语是非常不一样的 书面语里面的很多词啊 它其实是从古代汉语来的 它只是用在非常正式的时候 一般我们在口语里面是不会用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看中国的报纸 那就说明你的中文水平已经很高了 你也一定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普通话 好了,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这篇人民日报的报告吧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篇人民日报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从标题一个一个的看下来 首先是最新汇总 我觉得最新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The newest 汇总是什么意思呢? 汇总它的意思就是collect 所以它一般呢是用在汇总一些情况啊 信息啊这些东西 并不是所有的collect 你都可以用汇总的 比如说这个句子 我们每个月30号都要汇总发票 所以汇总发票就是把所有的发票都放在一起 那汇总情况就是把情况都告诉一个人都放在一个excel里面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对不对? 好,下面是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 好了,这个名字呢比较长 新大家都知道,就是new 冠是什么呢? 冠它其实就是帽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 冠呢,它可以是帽子,也可以是crown 就是可以是植物的,就是花的crown那样的 那我们呢,常用的词有花冠,王冠,还有夺冠 什么是夺冠呢? 就是把他的一个人,他本来是第一名的,在一个比赛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把他这个冠,把他头上的这个王冠给拿走了 然后他是新的第一名 所以他就在这个比赛中夺冠了 所以夺冠呢,就是一个新的第一名 这个意思 好,然后呢 肺炎,我们在第一个视频里面已经说过了 肺炎,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病,它是一个肺炎 好,比如说新型肺炎,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好,然后下一个字呢,是疫情 这个疫它的意思呢,就是 就是病,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病 它是说一种比较容易给别人的病 所以这样的病呢,就叫疫 然后情呢,是情况的意思 所以疫情呢,就是epidemic 所以我们知道这次疫情很严重 然后时时,这两个字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个组合在一起的词 那时时,它是一样的发音 第一个时,就是实际上的 事实的,就是real 第二个是时间,就是time 所以就是real time 所以我们再看比赛的实时情况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好,下一个 动态我就不说了 动就是move,对吧 tie就是状态 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这个病性,现在的情况 然后呢,我们往下看 这里有一个智能检索 这个我也不说了 大概的意思呢,这就像一个google一样 然后就是你可以在这里输入 比如说武汉 然后你就知道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这一个链接 这个link 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后面 你们可以去用这个看一下 然后好,然后下面呢 我们这一节课要看的是这个疫情的地图 地图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疫情我们刚才说了 然后全国疫情的状况 这个是我们全国疫情的状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状况呢 它其实差不多就是情况 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情况都用状况的 那我们一般用的词呢 有经济状况 或者是说健康状况 这些词 它是一般用在一个比较大的方面 所以的情况 它就叫状况 比如说我健康状况良好 是这样的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国疫情状况 然后叫上日 这个我就不说了 叫就是比较 你们知道,对不对 上,我们知道在中文里面 上除了up 它还有last,the previous的意思,对不对 比如说上个星期,上个月 所以呢,这里说的是上日 日它其实就是现代汉语中的天啊,号啊,这些 但是在书面语里面我们用日 上日就是前一天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说今天的上日就是昨天 昨天的上日就是前天 所以上日就是这个意思 所有的这些数都是叫上日 就是在最近的24个小时里面的数字啊 好,所以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小时以前的最新的数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确诊的人数也就是到现在为止 什么叫确诊呢,确诊就是confirm 确是已经确定了,他也是confirm 然后诊呢,他就是去diagnore 所以他就是确诊就是confirm 所以他到今天为止呢,他今天确诊的人数呢是15155人 然后到今天为止确诊人数是59885人 好,然后下一个呢,叫疑似病例 好,什么是疑似病例呢? 疑似就是suspected 好,疑就是怀疑嘛 就是似就是看起来像 我怀疑他是,但就是疑似 病例呢就是case 所以今天呢就是新增了疑似病例3342个人 就是这里的数字啊 然后叫上日 也就是我们说和前一天相比 和比昨天多了1218个人 还是挺多的 应该大部分在湖北 好,然后下面有一个治愈的人数 治愈,治是什么? 治是治疗 治疗 痊呢,他就是recover 就是好 治愈就是secure 好,所以一共呢是治愈了5960个人 好,然后最后一个啊 非常悲伤难过的是啊 他就是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368个 好 死亡他就是死的意思 但是死亡他其实是比较正式的 其实治愈也是比较正式的 那一般我们就说康复啊 或者治好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然后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地图 它的分布的情况是这样的 从上到下 颜色越深的 那这个就是湖北 那它是最多的 因为那里是 这个病就是从那里来的 那我们看到 湖北在中国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它不管你是从东到西 还是从南到北 那它的交通都在中心的位置上 所以现在它出了问题 其实中国的情况也不太好 那我们现在看 它现在湖北 它确诊的有48206个人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 所以你看一下 除了湖北以外 中国的别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万一千人左右 对不对 而且在过去的八天里面 除了湖北以外 那别的地方的人数都已经在降了 所以现在就是湖北 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隔离quarantine了以后呢 中国的别的地方的情况也还好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疫情的新增趋势 新增就是新就是新了 增就是increase对吧 趋势是什么呢 趋势就是一个方向 它就是tendency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说现在疫情的趋势怎么样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有两条的两条线 这个蓝色的是新增确诊的 所以每一天比前一天多多少多多少 到这一天到2月4号吧 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了 这个主要是因为很在中国啊 我们现在已经quarantine了 大部分人吧 就是我们健康的人也不会出去 所以人不移动了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感染 好,然后现在是新增的疑似 疑似病例呢 大概在这里往下走了 然后这里又往上 然后现在往下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一直往下走啊 可能湖北是需要 或者武汉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解决这件事 但是别的地方还是恢复工作了 好,然后下面一个是累计趋势 什么是累计呢 也就是accumulative total 好,累计趋势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是累 这条线呢是累计确诊 累计我们说了是accumulative total 确诊呢是confirm 所以就是累计confirm in total confirm 是这么多 是44730个人 然后累计 累计accumulate 疑似 疑似 suspected 是16067个人 以前呢是累计的确诊和疑似是差不多的 或者是疑似更多的 那现在呢 从我们quarantine隔离了以后 现在情况会好很多啊 然后下面的一个呢 是一个累计 那累计治愈和累计死亡的这样一个趋势 这个是治愈 治愈的人呢就是越来越多了 当然我们现在全国的很多的医生啊 护士啊都去武汉帮助大家 还有别的地方的人也给他们蔬菜啊 还有很多吃的用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情况能够尽快的解决 能够尽快的让更多的人健康起来 好现在呢累计治愈已经是4742个人 这个是个好事 然后累计死亡是1114个人 好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康复 不会再死那么多人 好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国内的病例 什么叫国内呢也就是domestic 也就是在中国 国就是国家内就是里面嘛 就是在国家里面 好病例呢就是刚才我说的case对不对 好下面呢一个是每一个省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其中呢第一个是地区 地区呢它的意思就是area 然后area呢就是以省 这是每个省 第一个是湖北 当然是湖北 好第二个是广东 第三个是河南 然后第四个是浙江 好除了湖北很多 别的省其实都还好啊 就是这个是每一天新增的 就是newly increased的一个数 然后这个是累计 我们还记得吗 刚才说了 累计就是accumulative total 然后确诊呢就是confirm 所以累计确诊的数是这么多 然后治愈就是cure 然后他们的数是这么多 然后死亡也就是死 也就是die 他们的数是这么多 好后面的呢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看了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文章 那都在这一个网站上 你可以看得到 我也会把这个网站呢放在 会把这个网页 还有这一个powerpoint 一起放在我的网站 marcopolarmandering.com上面 然后把这个链接放在这一个视频的下面 那大家就去下载一边学习 一边了解中国的情况 还有呢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也欢迎帮助一些中国的人 武汉的人 好了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 了解 我们下载一边 чт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